仁耐湘德陸古村日前盛大举办正名接牌仪式 不但将村子的名字正名为德陸古村 就连道路项名以及国小校名都一拼正名 希望就有这样的方式来找回原先的名字与地名 今天我们仁耐湘合作村来更名为德陸古村 因为德陸古村是赛德克制他们的花园地 所以他们要恢复他们的历史文化 所以更名为德陸古 那么也是具有历史上的意义 那么要更名这件事情 经过我们村民大家的共同协商 争取了将近两年八个月 时间也算很长 那么刚好在我们这个人民会的一将主委 同意之下今天获得正式的更名 村长也表示经历长久的时间 终于把原本的名字找回来 不仅是把传统地名恢复 更有许多重要的含义在内 今天终于完全都回来了 那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里面 我们不仅是把我们的传统地名 把它恢复回来 其实事实上有许多的重要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比方说就是我们文化 我们的传承的那个部分 那对小孩子来讲 他就已经在就像在家里学母语一样 就把我们地名的文化把它传承下去了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 也就是让我们的祖林 让他们也知道 我原本失去部落的那个地名 我终于找的道路回来了 先议员廖文贤感谢许多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在正名过后 也是地方的共识 更是部落居民维护传统文化的象征 合作村现在正名为德鲁古村 相信这个德鲁古村正名以后 这是我们部落的共识 也是部落居民的一个维护 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历史性的象征 相信这个我们德鲁古村 正名以后会给我们这个原住民历史上 留下一个记录 副委员廖肯定县府圆明局 以及德鲁古村全体村民 为族群正名运动所付出的努力 相信德鲁古村正名后 未来不管是族群文化传承 或者是借由部落文化 带来观光经济效益 都能够有所提升 带动部落的发展 记者邱平一 仁爱采访报导